我们看到西方国家集体出来 脑子非常清楚 本能就站在美国政府这一边 对走上街头的民众加以批评 捍卫西方的民主 记性稍微好的人就记得 他们的对比 他们的表达和2019年 在香港出现暴乱的时候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说实话 相比2019年的暴乱 这次美国的示威者 在美国的首都还是克制 但美国的媒体毫不犹豫的 送上了Riot暴动这个词 而在香港 当香港的暴徒已经是用上了 汽油燃烧弹摩拉托夫鸡尾酒 这种冷战时期 够得像城市武装暴动级别的工具的时候 西方在说什么 和平示威 民主的示威者 这才是耻辱 西方政治精英的耻辱 当然对没有脸这种东西的 东西来说 说耻辱这两个他们无感 所以他们就不用耻辱这个词去耻辱它